为什么有钱都不能提前还房贷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提前还贷潮 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了 可是客户们不是要排队三个月 就是被银行通知说有这个还款额度 这银行借了钱居然还不要别人提前还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知道 对于银行来说房贷是绝对的优质业务 你想5.5的按揭30年如一日 不怕你不还实在还不上了还不法拍房 虽然说你贷款的时候跟你说的好好的 可以提前还款 可是真要有那么多钱 一开始也不会贷这么多款了 而且就算LPR再怎么讲 在贷款利率下行大环境下 这批高价按揭贷款 简直就是银行的利润现金牛 那比起3.5的金银贷 还总担心这小老板能还不上 跑路自己吃按揮 银行自然会想方设法 要留住按揭贷款的客户 那你把贷款都还了 那银行再想找这样的一批优质客户多难呀 一锤子买卖和一个稳赚不配的 长期吃利息的生意 是你你会选哪一个呢 你想银行干的是什么事 给不缺钱的人借钱 而且呢不着急让他们还 因为他们还得上 有一个客户 那就多一个生钱的途径 对于那些真正还不上钱的人 那银行的小鞭子 可就是要在身后不停的鞭策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银行不愿意有钱人提前还房贷 你想这还了以后 他们吃什么呀 至于为什么还有人没有提前还房贷呢 你问一下身边的朋友们 他们当初是真的都不想上清华吗 其实大家之所以热衷于提前还贷呢 还是因为把这个看作是一种资产配置行为 就比如说你手里有一笔钱 那你会选择用这些钱去进行 2%的理财或者是投资产品 还是去还掉利率在4%左右的负债呢 当然是还债更划算了 反正现在房价也不怎么找了 不如提前还款 还能够降低购买成本 甚至在实践当中呢 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操作 就是借利率更低的新贷款 还掉利率较高的旧贷款 咱们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呢 总体减少居民使用存款 或者减少其他投资提前偿还存量贷款的现象 大幅增加 目前在有的赚但赚的少和没的赚 而且亏损的情况之下 普通顾客呢 还能够银行协商的可能性啊 也大了许多 但是至于怎么调 调多少 还是得看各地区和各银行的决策了 下轮了 好了 我是建家 关注我每天一个大道理 欢迎来